在如今这个明星当到的时代,很多人都是明星们的粉丝,更有一些单红女明星走向世界,登上国际的舞台,成为万众瞩目的最亮的一颗星。 那么如今又有一位大众男神走向国际,并获得权威音乐奖,为自己长脸为国家争光,他就是娱乐圈中最帅的,鼎鼎有名的演员佳歌手吴亦凡,其实早些年他是从从一个组合出道的,团队颜值极高,实力又很强大的这个组合一出道,就受到中国女性们的喜爱,更是有人从此成为他们的忠实本丝,凭借着唱歌和跳舞出道的他们在云上, 乐圈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之后,便开始进军演艺圈了,陆寒也是其中一位成员,因为长得最帅而拥有一大批粉丝,凭借优秀的唱歌和跳舞实力更是火遍全国,那么近些年自从退出这个组合以后,陆寒便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,去年和新疆美女合作出演的电视剧《摘天际》,虽然演技遭到网友们的吐槽,但是不得不承认, 陆寒的长相还是很优秀的,那么同样作为组合中的艺人张艺兴很早便出演了《老九门》,这部剧很快便拔平了,所以张艺兴也自然而然的受到人们的关注, 从这部电视剧中观众们也看到了张艺兴的演技,所以他以意料之中的成为了著名演员,而一同出道的黄紫涛也出演了一部电视剧, 这部剧的名字是《大话戏游》,同样让网友们乐得开怀大笑,今年又和娱乐圈最火的女演员杨幂,一同出演电视剧,而备受人们的关注, 而许多人心中的男神吴亦凡从一开始出道便是对讲了,可以想象他的实力果然不是名不虚传的, 虽然在组合解散以后,吴亦凡也试着进军演艺圈,并和我们的神星姐姐刘亦飞一同出演了电影,但是却没有获得网友们的好评, 一向聪明的吴亦凡认识到自己在这一方面上天分不足,所以又重新拾起了自己唱歌跳舞的事业,努力勤奋的他果然没有让粉丝们失望,不仅在唱歌跳舞方面大有敬意, 如今还走出国外登上国际舞台,还获得了卑美全文音乐奖,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,可比演员优秀多了, 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们的男神吴亦凡却依然神采奕奕,岁月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丝毫痕迹,反而在划过以后留下的是他的实力逐步上升, 本来在唱歌跳舞方面就十分优秀的他追求完美,所以每一天每一刻都在努力, 让自己做到更好,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,他这些年默默付出的努力,终于得到了回报,不给自己唱的歌, 跳跳舞得到了粉丝们的喜爱,如今更是在国际上得到了权威专家的热壳,并且获得了北美权威音乐奖, 早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至高无伤的荣誉啊,一直以来在小编眼里登上国际舞台的只有范冰冰一个人, 如今我的男神吴亦凡也登上了国际舞台,还拿到了大奖,这不禁让粉丝们替他高兴, 他的成功代表着华人歌手走向了世界舞台,不仅证明了华人歌手的实力是强大的, 更为国内歌手走向世界,起了一个很好的开端,在这里小编野中心的祝愿, 我们的国内歌手,能以崭新的面孔,重新出现在国际的舞台上。